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文念一遍 佛书《诗善阅道经》第三面 道书第二行 从第二句念起 二心无色 不可见取 但是虚妄助法济起 毕竟无声 无无无所 这是一小段 昨天 讲了两句 说明 这个心呢 不是色法 不可见 不可取 那么 今天接着说呢 这心是从哪里来的呢 经上说的这些话 我们一看 就知道 它是 色心 不识 真心 真心呢 它不是虚妄的 它是真实的 所以这个一看呢 就是阿赖耶什 但是虚妄助法济起 毕竟无主 无无无所 那么大家学过相宗的 百发明门论 如果对这部小论呢 有一点基础 这几句话就非常好懂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拜法 是天秦菩萨 将余切斯蒂论里面 六百六十法 归纳成拜法 便利于大臣初学 这是相宗入门呢 第一门功课 初学的第一门功课 这个拜法说什么呢 你懂得拜法说什么 你就懂得 余切斯蒂论里头 六百六十法说的是什么 它是将宇宙之间 所有一切法归纳 归纳成一百条 每一条里面 所包含的都是无量无边 没有法子计算的 无论是属于哪一个科目 心法 能变 我们有的时候也说 能生能变 能生也能讲得通 但是主要记住 能生可不是能性 能性跟能生的意思不一样 能性是真性 妄性 妄性不能现 妄性能变 把一真法阶 变成是法阶 变成无量无边的法阶 它有这个功能 这个妄性从哪里来的 但是虚妄 驻发极其 虚妄是说它不是真实的 它怎么有这种现象呢 极其的 中观论上 有一首记言说得好 都是讲到宇宙人生驻法的根源 它说驻法不自身 也不从他身 不共不无因 事故说无生 我们可以说 也不中观论 无不送 送啊 就是说明这个事情 这一桩事情 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彻发地缘的现象 你搞清楚搞明白了 在佛家就称你为法身菩萨 等于说你拿到这个学会了 你是法身菩萨 对于这个现象啊 完全模糊 迷惑 不了解 这个人叫凡夫 凡夫跟佛跟菩萨没有差别 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认知上的不同 正如同我们现在学校都说一样 你拿到波斯学位 他拿到硕士学位 这个人没有文化 连小学都没念过 都是人啊 都是一样啊 没有两样啊 文化程度上差别不同 那么在佛法里面 这个设法界实在讲就是文化程度的差异 他们过的日子不相同啊 从这个地方 我们应当恍然大悟啊 我们要过好的日子 要把自己啊 这个生活品质向上提升 靠什么呢 靠教育 今天世界上有许许多多贫困地区啊 我们看到生活过得那么苦啊 怎么去救济 物质救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要办学校要教他 提升他的文化水平 就提升他生活品质啊 啊 这佛法里面是讲是大的戒心啊 我们能从人道提升到天道 欲戒天提升到色戒天 色戒天提升到无色戒天 啊 从六道里面提升到四圣法界 从四圣法界提升到一真法界 全靠教学啊 啊 试出试法没有例外啊 我们要有这个认知 所以阿赖耶是从哪里来的 阿赖耶叫藏食啊 阿赖耶是是凡语 凡诚 中国语的藏食啊 藏就是藏啊 寒藏啊 藏的什么东西呢 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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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的话讲 诸法的印象 佛经的色语啊 叫诸法乐谢影子 啊 现在人讲印象 啊 我们今天从早到晚 这一生生活当中 啊 这个 六根所接触的 进阶 都有印象 啊 啊 这个印象 永远不会磨灭的 啊 有时候印象很浅 我记不得了 啊 是记不得 通通归 归当 这阿赖耶是 好比是当案实 啊 全在这个里面 啊 你造的一切善 一切物 一切无忌 全在这个里面 永远不会忘记 佛在经上讲 纵然经过 百戒千戒 因缘与会的时候 这个音 就是阿赖耶里面 这个印象 啊 这寒藏的中词 啊 遇到缘呢 这个古报就先去 极其微弱的现象 我们自己啊 这个第六意识啊 是在用个粗心大意来说他了 不为过的 第六意识粗心大意 阿赖耶是非常非常威胁 啊 微细的 这个念头 造的这个业 往往第六意识 还没有觉察到 但是 当案是已经存了 啊 已经归当了 归当的速度非常快 都是刹那刹那 啊 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形象 啊 我们叫印象 印象不是色法 啊 如果阿赖耶是的种子 我们就是说 现在印象吧 印象要是色法 要是个物质 佛讲了 我们无量解 到今天的造作啊 就是虚空这么大 都容纳不下 你就晓得我们造的这个业有多少 啊 我们在一生过程当中 啊 在菩提道上 三大神奇迹 怎么可能 没有魔 没有难 没有障碍 啊 啊 往昔今生呢 造的卧业太多了 卧业障碍我们啊 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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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障碍我们啊 善与 这引起我们贪爱啊 卧与 也引起我们 成慧啊 全是障碍啊 探尘痴 全是障碍 所以佛教我们修敬业 啊 那这几个人修敬业 啊 几个人懂得敬业 啊 修敬业的人 就没有障碍了 实在讲到什么时候才修真正的真业 这个敬业啊 啊 纯净 不砸 发生大死 啊 净里面 还掺杂着少分不尽 死神法界 啊 六道这个法界里面 总是 人多尽少啊 啊 在我们反复 真正很好的修行人 这个 这个 染液 掺杂着里面 分量比较少 啊 掺杂个百分之二十三十 啊 啊 这在六道反复 修行人 非常正常的现象啊 已经相当不错了 啊 啊 那我们呢 我们大概 呃 像我们现在这种程度 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染液 我们的敬业 只有百分之二三啊 甚至百分之一二啊 就如此而已啊 啊 这个道理啊 一定要懂 啊 这些 确实是虚妄的 所以是虚妄 你要不知道它是虚妄 你就受它的害 啊 真正知道它是虚妄的 你就不受害了 你就觉悟了 所以这个地方 关键 还是迷雾 啊 啊 迷的时候 你永远被 忘尽束 啊 你永远 受这个 忘尽 支配 啊 这我们举个非常现实的意思 我们眼前 这个世界是虚妄的 啊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虚妄 啊 我们受它的影响 啊 齐心动力 一切生活行为 都受环境影响 啊 啊 什么原因呢 不知道它是虚妄 如果真的知道它是虚妄呢 绝对不受环境干扰 啊 你在环境里面 永远保持自己的清洁性 得大自在啊 这是真的 这不是虚妄 啊 那在中国历代祖司啊 居私当中大德居私 有不少人正的这个境界 啊 啊 它不被环境所诱惑 不被环境所转 它在环境里能做得了重 啊 它能转境界 啊 善人遇到他 那善人会更善 卧人遇到他 而卧人会改过千山 啊 它转环境 转人呢 转人私环境 啊 它也能转物质环境 啊 物质环境真正有许多 许多这个天灾 它到这个地方天灾减少了 啊 我们今天讲风灾 水灾 旱灾 啊 地震 它到那里减少了 啊 这不是神话了 这是事实 这个里头的理太深了 啊 所以佛经里面讲秘密啊 佛家不是讲秘密 深密 这个理太深了 啊 啊 在深的理 只要你依照这个方法 循序渐进 你一定可以震得 啊 震得的时候 所以说 豁然大悟 啊 啊 金刚经上给我们讲的 繁琐有向皆是希望 啊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淫 啊 一为法就是不法前面的九十四法 一为法 后面六法是五为法 所以无论是心法心所法 啊 色法心不相应形法 都是诸法机器的 啊 毕竟无主 没有主宰 啊 啊 怎么继续呢 语言 所以佛法非常重视这个语言 所以佛法将语言深了 哎 他不讲阴深了 他将语言深 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啊 啊 啊 佛家讲的这个一切万法的 这个现象啊 啊 将缘起啊 啊 但是缘起 决定是性空 这个性空 这个性空就是呢 毕竟无主 无我无所 啊 啊 所有一切法的真相 皆是如此 啊 所以说万法皆空 现在科学家 也懂得这个道理 科学家用什么方法 看到这个真相呢 他用分析的方法 啊 一个人生一个物体 他分析 啊 在分析的时候 从细胞里头分析成分子 分子 在分析成原子 成电子 成基本粒子 要是晓得 这都是空的 啊 原来所有一切法 都是基本粒子组合而成 组合这个现象不一样 啊 有的组成矿物 组成植物 组成动物 都是一个东西组成的 啊 科学家现在了解这个道理啊 啊 不过是组合方程式不相同啊 啊 那么这个话在金刚经上 金刚经是在摩尼佛说的 啊 依照外国人的说法也年轻五百多年了 依照中国历史记载是三千多年 啊 摄迦牟尼佛在金刚经讲的 这个世界是一货像啊 你们想想一货像是什么意思 基本物质是一个 小尔威尘 大尔世界 这世界今天我们讲星球啊 同一个 基本粒子组成的 一货像组合的 这个组合呢 圆聚 它就形成 圆散 它就散开了 聚散 无常 它哪里有主呢 啊 有主的话 那继后永远不散 这叫有主啊 聚散无常 刹那变化 我们要了解这些四十真相 为什么 了解透彻了 你对这个事出事件法了 决定没有贪念的心 为什么 太假的 你贪念 是迷惑 啊 你想执着占有 妄想 为什么 不可能的 我们自己的身都不能占有啊 啊 这个细胞的新陈代谢 刹那变化 所以 确实 无我 啊 世间人执着这个生死我 是第一个迷惑 从 迷惑我 产生自私自利 造无量无边罪业 照这个造这些罪业 在一般讲呢 堕落在轮回 不是堕落啊 他这些业力啊 把这个境界就变成 轮回的境界 变成地狱的境界 地狱从哪来的 自己变的啊 不是别人造给他受的 自作自受 受法界一真庄严 不受佛造 佛从来不干这个事情 那佛哪里管的闲事 那我们觉悟了都不不不关闲事了 那佛还管闲事吗 佛管闲事 那不如我们嘛 心底清净 一成不然 告诉你四十真相啊 是你自己心里变现的 前面所讲的 一切众生心想意孤造业意义 啊 从心想生啊 这个话大臣经理讲的太多了 啊 一切法从心想生 啊 于是 我们也常常遇到 有一些同学问我 鬼有没有 啊 龙有没有 我都点出说 有啊 为什么有呢 你心里在想 他从心想生 啊 只要你想 他就会想出现象嘛 本来没有嘛 这个像是你想出来的吧 你天天想鬼 当然鬼就一大堆了吧 啊 然后你才晓得 今夜三福 里面告诉我们 身心因果 那个身心因果是什么 念佛是因的 成佛是空 佛也是心想生嘛 啊 我天天想佛 佛就先前了 啊 就是这个基本例子组合的时候 它是从心想 来组合的 啊 那就组合佛的世界了 天天想鬼 那些组合鬼的世界了 啊 鬼是什么呢 鬼是贪爱 啊 天天念念不忘贪爱 变现的仙剑 就是鬼是鬼的这个法界啊 啊 念念成慧 恨别人 啊 世界没有一个好人 都是讨厌的 都是口误的 他就变地狱法界 啊 啊 圣法界 都是虚幻不识啊 所以佛讲梦幻泡眼 啊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啊 佛才劝道我们 要想善了 不要去想我 要行善了 不要造我 啊 彻底明了之后 佛给我们说的这个话 是真实话 啊 真实的教诲 慈悲爱护到极处的教导啊 我们才会感恩啊 我上前没有 哪来的我所呢 我所就是我所有的 那这个房子是我所有的 财产是我所有的 地位是我所有的 权力是我所有的 假的 我所有的更没有了 我都没有哪来的我所呢 所以佛家讲的清净平等 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你要不懂这个道理 不了解这个四十真相 你的心怎么会清净 你怎么会平等 啊 总是觉得我比别人高 人家不如我 你不晓得这个道理啊 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 万法是平等的 佛跟恶鬼平等的 跟畜生平等的 啊 跟地狱也平等的 佛尚且如此 那我们怎么会不平等的 啊 我们上跟祝福平等 下跟地狱平等 平等 嗯 无论是顺境是逆境 善云 卧云 障碍都没有了 啊 啊 平等是 佛法界 佛法界 你看清凉在华严经上 告诉我 礼没有障碍 四没有障碍 礼四无碍 四四无碍 这才真的是大圆满大自在啊 啊 啊 所以这个十善夜道经 这部经很前行 这一段呢 很深 啊 这一段是讲礼 啊 礼要不明不透彻 这十善夜教你啊 你不肯做啊 啊 为什么劝你 你也知道 善是好 不善是不好 可是善偏偏做不到 啊 贪嗔痴慢事烦恼 啊 常常欺骗别人 是不是好事情 天天还干 什么原因呢 这个道理没有透彻 啊 真正透彻了 绝对不再做 我死了 啊 别人骗我 我不骗他 啊 别人 毁谤我们 侮辱我们 陷害我们 我们受他的陷害 决定没有报复的念头 我们还是诚心诚意 一片善心待他 啊 这是你真正觉悟了 为什么不报复我人呢 这是佛经上讲的 可怜明者啊 他很可怜啊 他糊涂啊 他不知道事实真相啊 你不可以责备他了 正是 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他的环境 不好 没有遇到好人 心人无知 不识道德 无有余者 就没有人教他 书怪也 不应该再怪他 啊 啊 他被我在窝里的行为 是对的 是应该的 啊 我们了解他 啊 他不了解我们 我们要原谅他 啊 决定每一念报复的念头 啊 依旧是诚心诚意 啊 对待别人 纵然生命被他害死了 害死了 很好啊 害死了我们至少升天啊 我早一点升天了 他感谢他都来不及了 你怎么可以怪他呢 所以你不了解这个道理 你才有怨恨心 了解这个道理 没有啊 啊 他把我害死了 是让我早一天升天了 换好环境啊 只有真正透彻明白的人 他在懂他 不了解 不行 总是堕落在这里面 啊 啊 所以这个两句 啊 这个三句 啊 但是虚妄助法极其 必尽无主 这是讲阿赖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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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四十现象 啊 啊 不仅是六道 是法界一正庄严的真相 啊 这佛是业余道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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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